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变化主要还是集中在设计和配置这个层面 那无论是它的外观还有内饰 其实都在向凯迪拉克最新的纯电动车型 Lyric看起 包括它尺寸更大的中网隔山 还有侧面狭长的流水式的转向灯 还有竖直摆放的LED前大灯 都是凯迪拉克最新的家族化的设计风格 然后这台车在外部尺寸方面 其实相比于现款车型并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 还是5米223的车长 轴距保持在3109毫米 所以后排的乘坐空间表现方面 应该说也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 在车身侧面这个视角来看 它也是延续了短前旋长后旋的设计 保持了很好的豪华感 还有运动感的车身姿态 另外今天我们的试驾车型 都配备的是19英寸的轮圈 轮胎的部分来自 古特E EGO F1系列 规格是245 45 R19 紧接着 当这种平直且充满层次感的线条 来到了车尾 变成了一种逐渐收紧的感觉 这也让新款CT6 它的尾部造型看上去 其实并不如车头来的那么大气 从前往后来看的话 这台车的视觉印象给人感觉 就像是它拥有着一个中大型豪华轿车 该有的前脸设计 但同时也拥有着一个 类似于紧凑型轿车的车尾造型 好吧 接下来我们去它的车内看一看 好坐进车内 很明显新款的CT6 所使用的就是凯迪拉克Lyric的同款内饰 包括大尺寸的曲面双联屏 新款的多功能方向盘 电子怀挡 以及空调出风口下方 这一排精致的物理按键 是不是感觉都非常的熟悉 尤其是这一排物理按键 想要给个好评 那新款的CT6内饰设计风格 我不敢说它要比现款车型 表现的更豪华 更高档 但至少是更加具有现代感的 这个感觉主要来自于 它具有智能化的功能体验 包括车机导航 Apple CarPlay的手机互联 还有语音识别这些功能等等等等 确实都非常具有实用性 当然新款的内饰设计当中 也有一些小的细节 是我个人不太喜欢 或者说是我觉得 还可以再优化和升级的点 首先除了这个酒红色的内饰配色 让我觉得确实显得有点老气 我个人更喜欢全黑内饰 除此之外 它的方向盘和多媒体控制单元 这个区域 都使用了大量的烤漆材质 确实非常容易沾流指纹 在夏天手出汗的情况下 就会显得脏兮兮的感觉 这个区域确实需要经常去清理 另外因为新款的车型 已经使用了电子怀挡 而且它的中控屏幕 无论是摆放的角度 还有操作体验的流畅度 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因为它使用了8155的车轨机芯片 所以无论是操作响应 还是功能响应 都是相当流畅的 所以现在它的多媒体控制单元 存在的必要性就没有那么强了 我觉得如果把这个部分取消掉的话 其实前排中央通道 还可以腾让出更大的储物空间 好吧 那既然说到了空间 我们还是需要去到它的后排 来体验一下这台新款 CT6的后排乘坐空间表现 紧接着来到后排 前面我们已经说过了 新款CT6的车长和轴距尺寸 相比于现款车型来讲 是没有发生变化的 所以这个后排的乘坐空间表现 和现款CT6相比 也是确实没有什么区别 对于我1米71的身材来讲 我觉得新款车型的后排乘坐空间 依旧相当的宽敞 而且后排座椅的乘坐舒适性感受 也已经足够舒适了 无论是它的坐垫的长度 还有靠背的角度 都相当的友好 而且两侧座椅的椅面设计 对于我躯干的贴合感 也做的挺好 我坐上去确实有一种 向下塌陷的感觉 确实挺舒服的 另外在后排的配置部分 我能够看到的是 后排的独立的自动空调 还有两侧座椅的座椅加入的功能 还有不同规格的电源接口 所以从静态体验的角度来说 新款CT6它的竞争力提升 还是挺明显的 在以往既有的豪华感的基础上 现在前排的智能化和现代化的提升 以及后排的乘坐空间和舒适性的表现 都完全不输给这个级别的宝马武器 还有奔驰一级 接下来又到了动态试驾的环节 新款的CT6它在动力总成的部分 搭载的还是28T的动力 2.0升的涡轮增压发动机 237马力 峰值扭矩350牛米 传送系统匹配的 还是通用自家的11T变速器 那在底盘悬架的结构方面 前双横臂 后多连杆式的四轮独立悬架 都使用了轻缕的材质 而且因为这台是高配版本的车型 所以它也搭载了MRC电磁减震器 但是在Tor的驾驶模式下 它所展现出来的绝对动力表现 给我感觉并不是特别的强劲 应该说起步加速这个阶段 它的动力表现还是比较积极和轻快的 但是现在像我以7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去巡航 当我在中断加速的过程当中 突然地板油 你看 它的这个降挡的反应 还有发动机的出力表现 和我心里的预期之间多多少少 还是存在一定的间隙感 然后这台10AT的变速器 它在日常行驶状态下 换挡的平顺性表现 总体而言还是令人满意的 只有在我大脚油门起步加速 还有低速行驶的阶段 变速器在低挡位之间频繁切换的时候 偶尔出现过比较明显的换挡动作感 它在生产油门急加速的时候 这种略显迟疑的降挡响应 我相信也是为了保全换挡的平顺性 而在降挡速度方面做出了一些牺牲 所以说这台车它在托尔模式下 可能更适合那种相对佛系一点的驾驶方式 那现在我把它的驾驶模式切换到运动 很明显在运动模式下 它的油门响应和变速器的降挡响应 就会来得更积极 这个动力的表现要比刚才明显跟脚很多 当然即便是这台高配版本车型 它拥有着ANC主动降噪 但是在运动模式下 也很难去掩盖发动机的噪音 所以在整个动力表现的积极性 和相对安静的车厢内部环境之间 作为驾驶员 我还是需要做出一定的取舍 所以日常驾驶的话 我还是选择把它的驾驶模式切换到Tour 也就是旅行模式 然后接下来说一说操控性 其实在这个中大型轿车的细分市场当中 上级通用凯迪拉克CT6 它的操控表现一直都带有一定的运动色彩 刚刚我也是在一段模拟的赛道当中 稍微激烈的一点驾驶了这台车 我觉得它给我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 就是沉稳的转向手感 精准的指向性 还有整个的车身的跟随性都表现得很好 确实在激烈驾驶状态下 这台车也能够给我提供很强的驾驶的信心 包括它在激烈驾驶状态下连续重心转移 车身侧倾的控制 还有整个底盘的扎实和稳定性 都让我觉得很好 但是新款的车型它取消了后轮转向这个配置 虽然说方向盘增加了可变转向比 它确实车头的响应能够来得更积极 但是如果能够在这个基础上 继续拥有后轮主动转向的功能 那它的车尾跟随性和循迹性的表现 无疑会更好 所以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 我觉得取消这项配置还是非常遗憾的 而且因为它是一台中大型的豪华轿车 所以底盘的舒适性这个维度 肯定是它的优先级 像现在我所经历的就是我们平常比较多件的 这种连续的路面细碎颠簸振动 传递到我臀部的振动感 其实是经过过滤的 它并不会来得很直接 是一种相对轻柔的状态 那如果是现在我以比较快的车速 来经历这种大的路面起伏的时候 它的悬架又能够展现出一定的紧绷感 让车身不会出现过多的上下的起伏 所以新款的CT6 它的底盘行驶质感 确实是能够给予你 一台中大型豪华轿车该有的舒适性 同时也能够让你在激烈驾驶状态下 建立起足够的驾驶信心 所以如果总结新款CT6的驾驶特性的话 我觉得它还是具备一台中大型豪华轿车 该有的从容和细密 当然如果说缺点的话 就是它在Tor的驾驶模式下 变速器的降挡响应不够积极 而且整个动力的衔接还不够紧密 另外就是发动机在中高转速的状态下 噪音比较偏大 当然这一代的车型或者说新款车型 它未来的市场表现在很大程度上 还是取决于最终的定价 我相信新款的CT6 它在与宝马武器和奔驰一级的竞争当中 还是会有属于自己的生存空间的 好了 那以上就是这一期抢先试驾的全部内容 更多真实专业的汽车内容 高效的选车服务 尽在动车地